说起采花蜜,通常我们都会想到蜜蜂 其实除了蜜蜂之外,还有一种动物同样会托吃花蜜 它就是体中只有8克的巢蜀 巢蜀,又称燕麦蜀或矮蜀 因其在植物竿上造草而得名 巢蜀的主要粮食包括玉米、大豆、稻谷等 在作物成熟前,则以植物的绿色部分为主 可导致大片麦田缺苗 所以被视为农业和牧业的害蜀 但是什么是害虫,什么又是异虫 一种生物的好与坏,完全取决于我们人类自己对它们的定义 因为会祸害我们的庄稼 所以巢蜀就被定义为了害虫 但是你有想过它们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吗 全球有一千多种蜀类 而巢蜀的体积是所有树类中最小的 体重也只有八克 它们同样身为地球上的一种生物 想要活下去也需要有自己的食物 它们也有自己的权利 所以说不定在它们的世界里 还看我们不顺眼了 如果你遇到了正在伤害草丛庄稼的巢蜀 你会舍得对它痛下杀手吗 这里是脑补工厂 为你的脑洞加餐 我是老李 我们下个脑洞见